大家好 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好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字 這個字應該不常看到 但是就是 他在洛神父裡面 這個就是伏菲 或者另外一個念法是密 那都可以啦都有 反正就是一個寶蓋下面一個壁 那這壁的筆順 我們再強調一次 他不是先寫心最後一撇不是 這兩個字 壁跟心是不同來源 所以不是這樣寫的 所以要再了解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寫一下這繁體字 首先寶蓋 那我們說壁會有兩種寫法 一種我們先寫第一種 先寫這樣子 然後在中間這壁點 左邊這壁點 右邊這壁點 那第二種是先寫這壁個 我會在這裏 我會再寫一遍 是這樣子 連貫性會更好壁點 兩種都可以 都有 有 所以 演變成我們在寫心草書呢 就會有兩種的寫法 所以我們先寫第一種就是 趙孟甫這一種寫法 新書 我們來看一下 趙孟甫就這樣寫 好 先寫這一批 好 先寫這一批 好 那帶過來連續 好 這樣子 那第二種呢 就是類似我們剛剛這樣子 連續性就會更好壁點 寫 好 寫筆畫把它連貫起來寫 左點 右點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就是 好 呃 比較更連貫的 一般會取這一種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 跟壁呢 有時候左邊這壁點就省略不要了 這壁點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寶蓋寫完之後 這壁點 左邊的就不要了 右邊 這樣一點 好 這樣子 這是最省略的這種寫法了 然後呢 壁當然還有別種的 但是我們現在 主要是講這個 符或者密 這個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用毛筆 寫一下這個字 好 一樣 有點 乾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呢 好 首先呢 從間這一撇 樹畫下來 跳起來 然後過來 加壓 撇過來 先寫這個撇 然後在這一樹 張起來之後 點 左點 然後右點 加壓 跳起來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是呀 有